大家好,今天的新闻是 核指入选世界非文化遗产 安倍称感到高兴 中新网11月27日电 据共同社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7日就核指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事表示 具有独特柔软度和温润感的核指 用于纸拉门窗性质等是与日本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化 由衷感到高兴 他还表示 政参院现在还用着八世纪初传承下来的核指 将珍稀继承工匠们时代传承的技术以及核指的文化 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在记者会上表示 非常令人高兴 期待借此次生意成功让核指的文化价值重新得到认识 激发地区的活力 外相岸田文雄表示 将继续切实向世界宣传核指的美好价值 据日本文化厅27日消息 正在法国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政府兼委员会决定将核指日本首路核指技术 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 报导称 这是去年核实之后日本又一次生意成功 日本政府期待 这能够帮助外界重新评价日本传统文化 并将之推广到海外 再见